结了婚的男人真的很脏吗 最近呢我刷到了一些视频 有很多的女人呢都在吐槽自己的老公很脏 我真的是接受不了了 这不就是污蔑男人吗 我来呀告诉你为什么 首先第一条说呢 就是男人洗澡啊擦脸上擦屁股上用的是同一条毛巾 那我就想问问你 他是同时擦的吗 难道你在洗澡的时候要用好几条毛巾吗 有擦手的有擦脸的有擦屁股的还有擦脚的吗 如果男人他要是和女人一样细致的话 那他娶老婆干嘛呢 还有的说呀自己老公睡的床单啊不干净 和你的不是一个伞 但是呢你就说他本来就是雄性 他的汗液就是比较发达体脂不同 脏了的话呀你换洗一下就可以了 哪来的那么多抱怨呢啊 你早晨起来蓬头勾面的时候 你老公也从来没嫌弃过你啊 冬天怕冷的时候 你往他被窝里钻的时候 你咋不嫌弃他脏呢 还有的说呀男人不洗臭袜子 洗澡的时候啊不换内裤 那是因为你没有给他准备好 你一方面要求他事业有成能挣钱 一方面呢又要求他细致入微 能把自己收拾好 那我问你他要你是干啥的 男人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养家 家里的大事小情啊就是你分内的职务 你每天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 那为什么就不能把你男人也收拾的干净利索呢 况且呀这和脏不脏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男人们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觉得我说的对的啊 必须点个赞让更多的女人 谢谢大家